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有些電視劇的連續劇 我們很清楚的就有編劇來原創 那跟這樣子的文學作品去改編 那它的意涵上面 到底有怎麼樣的差異 因為你剛才一直陳述一點就是說 其實當改編之後 跟原創勢必是會有不同 這個我想我們都接受 可是我很想理清的就是說 如果從藝術或者是這樣子文學的角度 那這樣子的兩個的差異 或者是說對我們閱聽者來說 它的意涵有什麼不同 或者是說導演編劇的 或者是這樣的文學作品的改編 到底這中間的一些 對我們來說是怎麼樣的 謝謝 兩個問題旁邊跟你們講好 因為怎麼樣的小做事和改編 因為他導演最清楚 其實我剛剛也補充一下前面的那個 因為可能這邊有很多是客戟的人士 大家應該很清楚 客家人的發展歷史和設立 其實很多跟所謂的離散這個東西是在一起 不管是從中國大陸發展的歷史 然後如果到台灣 然後在台灣 以來是從西岸到東岸 這樣子的一個發展歷程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族群的離散的一個移民 所以我想講到說是女性的客家移民 但是一般從前的移民都是以男性為主 就是整個家庭 然後先生帶著老婆小孩然後去這個 那我回過頭來提 講剛剛那個 聽眾朋友的那個問題 因為影像敘述是一個 可能大家不曉得有沒有這個經驗 就是說人物是非常重要 當你在講電影或是戲劇的時候 主角人物是非常重要 所以通常 如果你有一個鮮明的人物 通常它是會比較好改編 然後我就拿台灣的作家的例子 來做說明好了 譬如說在我們台灣被改編成戲劇作品 最多的兩位作家 其實都很有名 我不曉得大家怎麼知道這兩位 他各有各的原因 一個白鮮勇 一個黃春明 那為什麼是這兩位 為什麼不是其他人 好多我從我認識若宇君 從一二十幾年前開始 就常常大家在講說什麼 有人想要改編他 或是他很想要他的作品 被拍成電影什麼之類的 但是到現在沒有半部 可是為什麼是黃春明 為什麼是白鮮勇 因為第一個 他們都有創造出非常戲劇化的 很鮮明的人物 那說故事其實是跟著人物走 尤其到影像化的階段 所以通常有這樣子的 你去想一想白鮮勇的小說 他的片名 就是主角個性就會非常鮮明 永遠的銀雪宴 金大班的最後一頁 金大班 孽子 或者就是講某一種人 而且他們人 育青少 對 育青少 一把青 就是用人來當作片名 並且有他非常豐厚 獨特的個性典型在裡面 那黃春明的當然是另外一種 他第一個當然是 那個時候呼籲鄉土挾持的 所以他創造出一些鄉土的 很鮮明的人物 那剛剛好台灣的電影 在那個年代 因為電影工業的水平不是很高 所以其實是鄉土型的 片子小品的類型 很容易拍攝 所以他很自然的 他的很多作品都被改變 如果你們有印象的話 譬如說兒子的大玩偶 什麼什麼 蘋果的滋味 對 蘋果的滋味 然後看海的日子 桂花巷 這種通通通都被 黃春明總共有九篇小說被改變成定 所以基本上其實有兩大點 一個就是人物要很賢明 創造出了主角人物賢明 第二個就是戲劇性 戲劇性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一個 比如說如果你戲劇性比較強 就比較容易被改變 那當然我要多談兩句 就是說文字 其實剛剛方子老師有提到說 侯邁的那一段話 其實我是非常認同的 就是文學有文學的 就是文字美學 他某一個故事就是很適合 因為作家一開始在發想這個故事的時候 他其實是用文學美學形式在思考 所以他寫下來的東西就是最適合這個故事 用文字表現的 那很可能很多影像 就是電影導演他一開始在發想的時候 他是用影像思考 在創作這個 所以他想的故事就是適合用影像來敘述的 太過勉強的改編其實都不太成功 我們在電影業界其實有一個這樣子的玩笑話 應該是說 當然有人很認真的嚴肅的提出這樣的論點 就是說基本上所有的改編大多數都是失敗的 大多數的改編都是失敗的 在電影業界裡面 唯一一個被公認 拍出來的電影比原來的小說還好的 我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這個 是一個加拿大作家的片 叫做英倫情人 他的小說叫英國病人 那個 只有那個後來在奧斯卡得獎非常多 所以大家公認那個電影拍的比原來的小說還好 其實以我的觀點來講 有時候其實連李安改編射箭也不一定比障礙還來的好 他是一個典型的 像你常看到的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的那種諜報片 放到中國元素裡面來陳述他 可是他基本上就是會有這個問題 我只能說 對純粹談很嚴肅創作的時候 改編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辛苦的吃力不討好的 可是在某一種所謂的 剛剛老師用講所謂文創交流 文創或是新產品 或者是把一個作品引介到 讓更多人用影視的方法 引介讓更多人了解或接觸到這個作品 我覺得影視的產品在這個年代是有貢獻的 所以它是一個好處 那我其實是很希望就是說 一般觀眾看到的 假設看到的 接觸到新年華 也覺得這個故事有趣拍得不錯 他們能夠尋著源頭去找到 本來那個所謂的最純粹的那一個文學創作的作品 其實我的想法一直都是這個樣子 很棒的回答 各位其實你們知道兩位大學教授其實在講 林曉老師其實在一首大學電影系任教 方正老師其實是在台北教育大學語文創作學系任教 其實在大學就有豐富的授課經驗 所以他們其實有一些學術的基礎 論理的基礎之外 也有一些實務的方法 兩位其實都是從作家成分出身 其實是這樣很客氣啊 最早我們認識他其實是個小說獎 但現在我們對他就是一個導演的身份 可能其實我們對他小說獎非常懷念 太忙了 實在太忙了 所以這個 那我們也懷念方正老師的散文 不過雖然現在是全力寫這個長編小說這個序篇 我想這個都是 每個人都有身份 你都是要做的 時間有一次不夠 所以我們的活動時間也快不夠了 所以有沒有最後一個問題 有沒有要提問 我也是電視製作人 那我最早拍那個客家的文學國家 那時候非常辛苦 因為一集 一集就一個故事 我們就是找 第一集是找我們日曲時代 然後比如說牛啊什麼的 中文科這些 找出他一集精華的 然後來拍出來 那時候 因為就是剛剛導演講說 有太多的第一個經費場景 都不允許 所以我們就用李喬老師 中間去串 我覺得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我非常有機會 這種過程 那再回應一下 剛剛講說那個 改編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都真的叫背叛 我們大概四年前有 在《人生劇展》 有時改編李喬老師的尋偉記 那是許金方的一個故事 我們完全不一樣 跟他完全不一樣 我們只是把那一群人 出現當一個背景 然後故事完全改過來 有人說只留名字 對 完全不一樣 對 這個已經是離婚了 不知道 那個李喬老師很棒 他從頭到尾 沒有一句話 對 就補充到 大學要做介紹一下 我叫玉貴欺 專業人士 對 我確實 那時候我在客家電視台 有做他們一部也是代言的劇 叫媽媽的秘密 也是因為那個過程 所以我從此沒有再跟客家電視 對 沒錯 你看真的好嗎 我們今天客家電視台 已經講了事情 不過我們就已經沒有關係 其實都是新的分享 有沒有問題的 還是 兩位老師太辛苦 不要放過他們 有什麼問題 機會來 這樣對來其實應該是 第二次了 其實客家電視台 我剛剛有說 以一個族群電視台 他們的貢獻 其實是對 真的在客家文化上 是有他的貢獻 那他們的確也很用心的 在做他的戲劇 因為不然客家電視台 不會所有的 在金鐘獎獲獲 就是有很多掌獲 然後真的也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 我們剛剛只是在講說 針對來去花園桿這個案子 在這個過程裡面有一些需要被尊重 或是需要被考慮到的事情 我們馬上拿出來看 並不是說一概謀殺掉他們的貢獻這樣 兩位老師好 我是聽了以後 我就覺得說 非常佩服王子老師 就是說他以比較女性的觀點 因為我覺得說 所有的歷史當然都是 男性的這個 就是以這樣子一個角度去看 去敘述去書寫 那其實我是聽了以後 我覺得滿期待的 就是說這個是真的能夠改編成丁 那這樣的一個方式 也絕對不同於 比如說中老或者李喬的那種大和小說 因為我覺得說 女性的這種很細膩的思維 事實上我覺得就是說 可以以為觀的去看到歷史的 我覺得那個才是真相 而不是說好像那種就是說 對 這個大塊面的其實那個 所有的光影其實是模糊的 反而這種圍觀的 我們可以感覺到 一些細膩的串臂 所以很期待我們的里島 是不是有機會 我們繼續努力下去 期待這樣的一個電影 謝謝 那我回憶一下 那個剛剛是張方子的詩人 我們兩個經常會被 我叫方子 他叫張方子 那方子的時候就會叫的都一樣 他是一個很傑出的 很出名的女詩 女性詩人 他的作品其實 其實女性詩委也很多 那我現在 我一開始我既然要寫 我說過我自可能在報色的關係 我喜歡那種企劃式的一個寫作 我一定要有一個主題出來 而且這個主題 剛剛講的細微 我一直覺得最細微 魔鬼最小 最大的魔鬼就在細微處 那個是事實 那我會有這個概念 當然有部分是來自我爾夫 他寫在戴若維夫人的時候 他是24小時 他寫著一本小說 他在告訴你是女人 只有24小時 每天都過著都一樣 那24小時的細節 如果你是看十四個個 在模仿家裡是從買花 從哪裡全部照顧小孩 每一個最細微的地方 去建構成24個小時 可是這個24小時 竟然是女人日日重複的生活 他其實在做這樣的一個反覆 所以他寫得非常的細 那我在寫就是內藥時代的東西 一定要寫細是因為女人 真的都被埋沒在細微 而且被認為是沒有成就感 只有大歷史才有 可是我想要推翻的是 沒有這些細微如果去架構 這些大的資助的東西 所以第二部我現在在寫的是 女性的神話跟傳說 我也是用客家原住民跟閩南 還有其他的神話 所以我暫定的書名叫三海經 那三點海點經 那主要是因為台灣四周都是海 也都是山 一到哪裡都要經過山跟海 所以我也是有刻意的 也是在寫移動 而是寫我這一代的 可是我下一就是在玩 大概五年級、六年級 大概就寫到這個字的時代 我是在寫女性 也是在不同的經過的過程 那穿插神話 我這一次原住民的元素 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主角 那對我來講那個更困難 我客語我還可以 我原住民的話就不知道怎麼去學了 那麼多主 有那麼多的一個 那我當然最熟的可能是阿美 但是我就希望去呈現 還是一個女性跟神話 可是她是一個經過山跟海的 就是把台灣的這一次的 就是我整個太平洋的部分 還有部分的西海岸 就是我用這樣子 那我喜歡細緯 因為我覺得細緯當中可以看到一個 我覺得作家 如果你要看她的功夫 就像你要畫畫 那個細緯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我自己也很努力啦 我希望就是說能夠不見得 像這本小說 我不滿意的地方就是語言 尤其克語 我舅舅我的舅舅今年七八十歲 他是一口氣把他讀完 然後就開始 你哪個客家的話 不對哪句是用的不對 像不卡 不卡 對 房子家裡嘛 對不對 那我的想法是 我希望不懂得客家話的人聽得懂 我用烏家 可是我舅舅說要烏腳 烏下烏腳 我不知道 她說要烏腳 視線 視線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 我那時候她有指出好多 然後她說她都飆出來了 萬一我再買標新訂了 可不可以改一下 我很喜歡我這樣的一個 覺得這麼好 這麼支持我的舅舅 因為她一口氣她就會買個五十本一百本 一送人這樣子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語言一定會有錯的 就是說我們在書寫上 我知道都會有一點問題 可是我們希望就是說 我下一本可以再改進 可是我現在最困擾的 還是在原住民的話 所以我現在不只在收各族的語言 那不管我能不能講 我盡量 就是說我還是會還原在那樣的一個現況 謝謝 謝謝 請各位再舉一點之後 要預告一下 因為其實文學祭的最後幾個禮拜 就是五月底之前 會有孩子好多長的活動 我們期待跟各位可以相會 因為不知道今天在座有製作人 有詩人 有客語詩人 非常多專家學者 也有很多對文學有興趣的 可能是我們所謂一般的朋友 非常歡迎 五月二十一號 禮拜六 五月二十一號 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的視聽室 也是一樣 下午兩天到下午四點 會有一場 剛剛提到的一個 沒有機會被改編成電影的作家 是洛宜君 洛宜君 他跟 他的作品改編者 魏英娟 魏英娟導演是 把他變成 他沒有機會變成電影 沒有機會變成戲劇 他把他變成所謂舞台劇的形式來呈現 所以台北園雲基石這一次我們主題叫做 文字正在上演 確實啦 不只說文字 文學也是一樣 也在上演中 然後他今天是電視的改變 下禮拜提到的 所謂劇場的這個 這個 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應該是很新的議題 很期待 五月二十一號 禮拜六 我們在台北市民美術館的視聽室 可以跟各位相會 我是楊東泰 謝謝各位今天參與 謝謝大家 各位貴賓 各位貴賓 對不起 我是這個活動的一個社員 我們希望留下一個畫面 大家都能夠一起聽鏡頭 那我會請兩位老師在這個位置 我從這個角度拍過來 所以你們都在背景裡面 好不好 跟老師拍一個大合照 專業的 或許你們不是那麼清楚 專業的 對 他拍照很漂亮 我很喜歡那拍照 因為剛好幾次都好好看 對 對 這樣就是非常專業的攝影 我會把這個照片分享在 因為我們 我們的 我們這些衛兵 我們希望都稍微 比較集中在站 好不好 那我就過來 因為這邊你們兩個都好 因為這邊我們就比較鬆 我們盡量不要說 那老師你們兩個在前面 然後抱著我們這個 你們兩個要在前面 你們是主角 你們是主角 然後後面是 對對對 我也謝謝一個 好多,好多!